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政府落实行动管制防控疫情 民众无法堂食 14里的食物残渣大量减少 原本赖以为生的流浪动物 顿时失去了食物来源 原本就以街头为家的流浪动物 为了生存走进住宅区寻找食物 但却遭到暴力对待 大马流浪动物协会主席卡莱瓦南 接受马新社电视专访时 接入行动管制令期间流浪动物的惨况 癌饿已经是稀疏平常 有时候还可能遭受暴力对待 大马流浪动物协会集结了20名 爱护小动物的成员 自我国第一次实施行动管制令以来 努力为流浪动物提供食物 可悲的是疫情爆发以来 许多人收入锐减 不少四主无力饲养宠物 而将它们遗弃接头 使得流浪动物的数量大增 该协会每个月需要5000令吉来维持营运 为流浪动物购买食物 配方奶粉和医疗开销等等 以往都是依靠社会大众的捐款 来拯救流浪动物 但疫情之后 捐款就锐减了80% 顿时让它们陷入困境 如果您也想为流浪动物献出一份爱心 可以汇款到荧幕上的户头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